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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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一個唸美工科的 進到戲曲學院這種課班 斯巴班 無藥樣樣都會 然後如何跳街舞的 所以在那段時間雜耍我來講比較像是 我要想辦法趕快先學會一個東西 這帽子到大環的這個過程 其實要講一個很悲慘很現實的經歷 我會去做街頭表演 是因為我媽問了我一句話 她說你這樣以後 到底有沒有辦法靠表演當飯吃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既然街頭表演可以去做 然後我去試試看好了 那時候戴著我的帽子 我就去表演 演完之後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要看我表演 然後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有一個專門在 就是在演大環的一個光頭 他叫胡錫治胡老師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他在表演的時候 就有想到 他是不是因為那個道具這麼大 才這麼多人在看他 等到我真的摸到大環 哇 原來他超重的耶 原來他這麼的可怕 那真的到立定志向 覺得就是這個了 就是因為我在法國的那件事情吧 因為我那時候兩個我都有練 但是我那時候一直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是真正適合我的 我爸很常跟我講一句話 就是說人這輩子 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 所以就一直覺得 好像這兩個當中 我覺得一定要做出一個選擇 因為雜耍 我會很擔心 好像掉了怎麼辦 所以我就會一直活在那個 掉了的恐懼裡面 可是大環不一樣 大環掉了你就完了 你是整天摔得 摔得鼻青臉腫嗎 所以我後面就想著 既然大環我練到 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失誤了 我也就不用擔心 失誤這件事情 享受在那個裡面 然後我的身體 就放心地交給大環 這也是 為什麼最後選擇大環的原因吧 還是回到 對啊做喜歡的事情 那天一點都不會累啊